我就是一先把那個單筆資料先新增 就是這一筆 那可以兩邊要參照 所以你可能要稍微看一下這個裡面問題02裡面有沒有東西 我現在是空的 空的情況下呢 把它執行 所以執行單筆應該成功 那你再到那個MySQL裡面 再點他一下 這邊就會出現一筆 那一筆OK之後的話 再新增全部 他賺了稍微久一點點 不過比數不多 所以一下子全部過來了 所以再到這邊的話再點一下 就全部了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再來我們就是練習什麼 刪除這邊的資料 那刪除這邊的資料我是用那個Range的方式 就是 Delete要哪裡呢 我這邊的話是利用那個用Range Range呢 從A2出發一直到哪裡呢 F的最下面列 然後呢 後面加一個 點ClearContents 他就幫我把這邊的所有資料呢 通通刪掉 只有一行而已啦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意思吧 Range 左上角 到右 這個右下角 F 我知道它的藍 但是我不知道它的列 所以我可以try一個什麼 最下面列 那就幫我 Clear掉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資料 Essal裡面沒有 全部都放在MySQL裡面 那我希望怎麼樣 再把它查回來 要怎麼查回來 其實也是一樣啦 反正都連線 然後呢 告訴他說 那個 買Seql在哪裡啊 帳號密碼給他 然後呢 下一個語法 什麼語法 其實就是Seql語法 Seql語法要怎麼把它全部查 Selete 所有 這個star 指的是所有的欄位 Front問題02 會有這個 可以把它delete掉 意思就是全部查詢 那把它執行 你會發現 查到的最後結果 是這些 其實呢 就是 把這個語法直接丟給MySQL 他會幫你把資料準備好 然後你怎麼樣 再到Essal裡面把它接到就可以了 我demo一下 看一下 基本上他的寫法 這個最後的結果 從那個 MySQL裡面全部匯入 按下他 有沒有 剛剛的全部資料 所以你會發現上面會多一個 不過這個不用理會 反正 全部的資料呢 就通通過來了 其實他的流程是怎麼樣 基本上就是跟剛剛那個 就是從 這個裡面的話 跟剛剛那個 新增的動作是一樣 一樣是什麼 先建立一個 ADODB.Connection 然後呢 再做什麼 連線 所以這個這兩行 跟剛剛是一樣 不一樣的地方 其實是這個 SEQUEL語法 有沒有 前面是 Insert into 哪些欄位 如果這裡的話 就改什麼 Select 所有的欄位 FROM問題2 這個不就是剛剛在哪裡呢 在 這邊的SEQUEL下的語法 所以甚至 你將來如果熟悉的話 你可以 直接在這邊點擊 然後Delete 你可以先試一下 如果OK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語法 複製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雙引號裡面就可以了 不過 他好像會 產生單引號 這個問題2 他好像有加單引號 不過我 有沒有加單引號 好像都可以 所以我的習慣是 不加單引號 然後呢 SEQUEL 把這個 SEQUEL語法 透過ADO 幫我丟給MySEQUEL 所以ADO的角色感覺有點像 好像有點像什麼一個 總機小姐的味道 或者是有點像 傳一個訊息 ADO他的角色有點像 我就是把這個 有點像什麼翻譯人員嗎 反正類似啦 反正 他的角色有點像是 我就把這個訊息 傳遞到MySEQUEL 有沒有 用EXQUEL的方法 但是最後呢 要怎麼樣把資料 因為他已經幫你查完了 可是問題 你會發現前面有個 MyRS的物件 可以把他EXQUEL的結果 先丟到MyRS物件 所以前面這邊有個SET MyRS 那怎麼樣把資料丟過來 關鍵就是在哪裡 在這一行 這一行是怎麼寫的 其實 我們假設這個地方 我把它先刪掉 如果你要把他call過來 其實只要把這一行 這一行怎麼敘述呢 基本上 一 先告訴他說 你將來 要把所有的資料 放在 那個工作表的哪一個 儲存歌開始 所以這邊的話 我要從那個 從A2 所以你就告訴他Range 用Range 物件 裡面的A2 告訴他說 你從A2裡面怎麼樣 點 後面特別資料 他裡面有一個蠻好用的方法 叫COPY COPY 所以你打一個COPY FROM什麼呢 RECORSET 這個方法後面的RECORSET 指的就是 上面我們 EXQUEL之後丟過來給他 有沒有 其實買RS RS就是RECORSET的縮寫 他丟過來的東西呢 就會是一個RECORSET 不過你會想說 老師那RECORSET是什麼東西啊 其實 就是在記憶體裡面的一個表格啦 這個表格就是我們查完的結果 因為查完的結果總共有六欄嘛 反正就是 查完的結果就放在記憶體裡面 那這個東西就是 買 RS 就是一個RECORSET 那我利用一個方法叫 COPY FROMRECORSET 把那個RECORSET裡面的東西呢 幫我COPY到哪裡呢 幫我COPY到 那個 就是 那個 A2的位置 然後呢 那後面 他問你說哪一個RECORSET 就是買RS 所以你這邊打一個 My RS 就可以了 他的 執行就是這樣 把執行的結果先丟到 買RS 這個物件 那你再利用這個 COPYFROMRECORSET 把買RS 這個 這個 放在記憶體裡面的那個 看不到的表格 直接幫你讀到 看得到的位置 OK 他的流程大概是這樣 不因為在記憶體裡面 沒辦法看到 你可能就是想像一下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把它執行 所以你 先建一個 建一個 ADO物件 然後產生一個連線 OK 然後呢 再把 SQL語法 把它寫一下 告訴他 要查詢 然後執行完之後呢 這個現在的東西 會在記憶體裡面 的一個表格 然後呢 把它讀到A2 OK 這個時候呢 就 幫我讀過來了 好 那如果讀過來之後的話呢 我希望再把它刪掉 刪掉是 指刪掉 那個 MySQL那邊的喔 哎呀什麼刪 剛剛同學就問了那個問題 我的習慣還是一樣 到 那個問題02裡面的 SQL 他一樣有一個語法叫Delete Delete from什麼呢 問題2 後面會爾不用了 這個會爾我指的是 如果未來 你要刪掉是某一個編號 或者某一個你才需要下一個條件 如果沒有你要刪掉全部的話 那你就是Delete from 問題2 OK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 至於說SQL語法裡面有哪些細節 我是建議如果 你將來 希望能夠跟 資料庫溝通沒有障礙的話 我還蠻強烈建議你可以把SQL語法好好學好 裡面的話就是這些東西 那你可以 坊間找一本書籍吧 SQL語法相關教學或者是說 你不一定買書啦 你打一個關鍵 Google打關鍵字 SQL語法教學 網路上我記得就有那種 人家幫你準備的非常詳細的那個內容 這個部分的話你可以在 把它執行的話 他就會把裡面的資料全部都刪掉 目前我先不要刪 我透過什麼 透過那個我這邊刪好了 刪掉所有 資料按下他 OK 那你可以我再切到那個我這邊 把它重新整理或點他一下 你會發現裡面全部不見了為什麼呢 其實我只是在 我的這個 按鈕裡面呢 做 跟剛剛基本上差不多一樣的事情 一樣去連線 一樣去 建立ADO 一樣去連線 差別只有在這裡 SQL裡面有沒有 剛剛是 Select 有沒有 現在是Delete from 問題 意思是把裡面的東西全部刪掉 然後呢 一樣是Execute 不過 少一行 少這一行 因為我不需要偷過來 你全部刪掉了嘛 裡面就空了 所以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一個 一個cycle OK 所以基本上的話呢 我剛剛的做法 一先新增一筆 所以現在應該裡面又空的 那我就是新增一筆 成功那你可以確定一下 這一筆有沒有進來 有進來然後呢 再新增全部 全部過來 全部過來 你可以再切到 MySQL裡面看一下 裡面有沒有 有 然後 再把舊的全部刪掉 就是Excel裡面的 再從那個MySQL裡面全部匯入 再刪掉 現在全部匯入了 然後再把MySQL裡面的東西刪光 再切回到MySQL看一下 裡面東西 有沒有全部光 OK 就是一個循環而已 所以主要我們是練習怎麼樣 可以把資料丟過去 也可以再把它抓回來 並且可以透過SQL語法 去做一些簡單的控制 那如果說你要做一些比較進階的控制 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學會SQL語法 你就可以跟資料庫 溝通沒有任何的障礙 所以以後 你把SQL語法學好 並且透過ADO這個東西 就可以 達到 雙向溝通的目的 所以以後 假設你資料可以把它放到MySQL的話 那其實像我們現在蠻多應用是 R 或 Python 或者是手機 等等的 或者是網站 都可以把 MySQL當成是一個 中介的一個 算資料儲存的一個地方 之前都可以互相溝通 我前端處理 我也許可以用什麼呢 我可以用那個 VBA 用Excel來做 或者我用手機也可以做 那我們丟過去 雖然你的 裝置是不同的 但是你放的地方 結果都相同 你也可以去把資料丟過去 你也可以再把資料抓回來 無論你今天是在辦公室 也許用Excel 也許如果你跑到外面 你也可以怎麼樣 從手機端抓到資料 也是同步的 就沒有 分別了 我想這個是未來很 很重要的應用 因為 這個部分如果可以解決的話 那這樣很方便 OK 請各位 稍微再試一下 我剛剛提過 剛剛的那個程式 基本上就是 在下面 刪除 跟 全部賄賂 就這一段 還有 刪除 那個 就是 所有的 MySQL資料 關鍵的地方 恐怕你給他注意一下 其實你會發現 這個程式很多地方 都其實是相同的 不同的地方 只是這個SQL的語法 其他我想 大致上都相同 還有 查詢多一個這個 Copy from Recurset OK 試一下 基本上 當然 處理那個資料庫 這一段 其實原創性也非常高 因為這東西其實是 我們 實際上在處理那個 資料庫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坊間當然有一些書籍 不過書籍裡面 他秀的內容 其實 會 比較冗長一些 我把最重要的部分 把它抓過來 給他試一下